糖果食以後剝開 然後去蒸或是水煮 裡面的吃起來感覺像花生那樣子 所以因為它的顆粒比較大 那通常我們會講到我們東方人都是小小的對不對 美國人西方人是比較高大 所以我們就稱它為美國花生 美國土豆 對 所以 到後來早期引進過來是要當這些盆栽什麼的 後來覺得 反正也是這樣子 你剛剛給我看我就看不出來 它到底是哪裡怎樣 沒有啦 看小的沒有看我這麼大的 那我們台灣會這麼盛行是早期引進過來 那引進過來剛好遇到南部有一對夫妻 那有一對夫妻那個太太是在做美容的 做美髮的 有一天她發現 她這個樹 老公生意也不好 工作也不好嘛 反正閒著也沒事啊 一次她就把那個 這個馬拉巴利 小顆的 他就把它編成 欸 她是不是要做美髮 我就沒事了 那她的枝條又很柔軟 好我就把它編成辮子好了 就直接把它放在那個 那那個以前的綁頭髮都綁個蝴蝶結 什麼類似的啊 什麼花在上面還是娃娃在上面 她想說欸我這麼多髮事 那沒關係我就把它綁在它上面 變成梅花 就是麻花變以後 再把它綁個花 就覺得啊 好漂亮啊 就開始 老公就開始 其他工作不做了 開始來經營賣這種 比較盆栽園藝 就開始 發 發財了 所以才叫做發財樹 那 後面這一顆 如果 就開始